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水一期视频啊 就是没什么可教学意义 就看个热闹吧 说一说至尊上发生的一些事吧 不是mvp 是mvp 其实这俩都没啥教学意义 水一期视频啊 不过我收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稿子 是女粉给我投的 一个女粉 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看 一打四 一个女粉 一打四 真的 也是经常看我直播的一个女粉 老粉丝应该知道的是谁啊 啊 行了 不多说了 我说你们想看的话 我尽量早点放 他还挺着急的 你们不想看的话 我等到周末再给他放 嘿嘿 开机说一下 我从这局里面想吐槽什么 现在他妈的 现在奸三天 现在是不是你们觉得迷衡是废物了 你们现在是不是对迷衡来说 迷衡对你们来说都是没威胁的东西了 我从这局里面就看出来了 好像有些人好像看不起迷衡了 呃 咱们说一下 郭二咱们不说 开了个万键 出一张闪 不防酒杀了 咱们不能血量变低 血量变低的话吸引潮捧更多了 这得说一下 就是看一下这局啊 禁卫流烟可能是反贼 然后禁卫的神沟 甘宁被打也应该的 有个加一马防流烟 没啥太大问题 但是你不觉得应该针对一些我吗 不想针对我 针对我很简单 迷衡针对我 主攻针对反贼 迷衡非常简单 就是说你最好刷一个盾 所以我才着急刷 才开局要这样的牌的 有个拆桥的 而且你最好刷个盾 刷个无蟹 这样对于我来说的话 即使我有无蟹也要浪费一张拆桥 你吃到的输出就外面少 针对很好针对 但是我从这一局里面只能看到你们好像瞧不上迷衡了 可能迷衡是时代的眼泪 但是时代的眼泪依旧是有爆发的 想杀你是应该的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针对王灿 王灿威胁比较大 禁卫流烟可能是反贼 这时候其实他们反中神的位置和主中的位置都不错 其实想杀我的话可以杀掉的 我这局反贼 防御变不多 真就没人打我 没人打我 还在打 你看 就打死 就没人拼他 拼不了他 就是没人打我 瞧不上我 可以的 那就打死他 先杀神甘宁 神甘宁血量低啊 这里面不杀主攻为啥 主攻四血 神甘宁三血 先杀谁概念高一些 谁杀死的情况下高一些 对不对 想清楚啊 而且这里面有让过要勒布斯鼠 在这零点几秒的时候 有时候勒布斯鼠给神去神国家 跳出来正正正二八经的身份 然后就救了一些 乐一些主攻顺手 然后这时候犹豫了一些 但是顺个加一码吧 顺个加一码的话 让他们只要有个距离能干到神甘宁 然后给他不给他闪啊 没给他闪啊 他刚才一条几刀没闪 说不定是真没闪 当然也不排除他防九杀的可能性 但是尽量不要给他闪 而且我这运气也摸到闪 对吧 莫名其妙没啥运气 把掏扔了 游戏结束了 这时候队友只要跟到输出就行 这里面也能告诉你 我可以说句实话 反贼方并不是很强啊 反贼方并不是很强 这里说一下 而且主攻方位置不错的 这乐布斯鼠的话 回合外那个什么 回外洛英 回合内有个有个什么 迷衡 制衡 有个制衡 化身不错啊 那就现在这个没必要 这个五谷开的没必要 然后这时候的话 陪秀居然是反贼 远未陪秀反贼 这就是很奇怪啊 咱不管了 杀流烟可能是想拿流烟当踏板 但是刚才流烟你别忘了 刚才流烟我记得五谷你拿了张红桃闪 这么怕死这流烟 位置选的有问题 说不定是个内奸 或者说是个其他忠臣的有可能 杀掉可以了 结果真是个内奸 那这时候的话 优势局没必要上闪电啊 优势局没必要上闪电 优势局没必要上闪电的 它可能是为了行图吧 为了行图点数 王灿这个位置选的也不打地 反贼方其实你们说实话 主中方位置也好 向面也罢 其实是碾压反贼方的 说实话 对吧 所以说就是为啥不针对迷衡 这是我现在有点抑郁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在这个位置选迷衡 能活第一轮能活下来不贝勒 都有点奇怪啊 王灿这个位置的话直接过牌了 猴子一个闪没给干宁 不是我一个闪没给干宁 是他妈我没没到闪 有闪我也会扔了 肯定不会给的 现在重点是啥 重点是啥 这局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爽局 都会出现问题 这个AOE完全没必要 你记得不 刚才他没有闪他 手牌是两张牌 对吧 咱们就算五股没看着他拿什么 拿什么关键牌了 那也不应该开南蛮入侵 开南蛮入侵等于给主中方送三张牌啊 王灿这个南蛮入侵差点把我害死了 真的 既给了借寻玉的血量 就他可以拼他了 可以拼他 或者拼其他人 又可以那啥 只要万一过招一张无蟹要出事的 这就叫做不稳啊 后卫王灿选将本来就有点危险 结果现在还不稳 我很难受 那这时候游戏结束了一刀砍死了啊 这就是普通的一刀爽局 给大家看看有意思就行了 仅此而已 就是现在我想吐槽 就是现在迷衡都没人在意了 可能是玩的人少吧 这是居然不针对 我再说一 如果有些武将不针对的话 是很强的 黄埔松还有小字 我才看见 黄埔松那个图片还有小字 这局的黄埔松装主手输工 一般吧 当个反贼混呗 这局的话继续二张啊 二张刷一个距离 刷一个加一 没问题 神仙刷牌 有个杀闪 这个时候危险比较大的就是迷衡 这个迷衡 我当时在上台一局刚吐槽完迷衡嘛 第二局卢人就遇见迷衡 我说这他妈他叫正常人嘛 枉死干迷衡呢 对不对 迷衡敢在禁卫选上干死他 他妈的 对不对 结果迷衡是反贼 迷衡还是离主攻稍微远一点 你不需要距离 杀了两刀下一刀牌 咱们这个时候给他一个闪电啊 一会注意啊 G二张之所以是反贼头子 而且是我自己这种人个别最推荐的一些武将 是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合理把这些只要有人扔牌的话 可以合理的分配东西 往下看什么叫合理 拿一张铁索延环 这时候发现卧槽 假许一个远位假许居然是个反贼 我很抑郁啊 不是说你不能当 但是现在的情况下的话不太好 迷衡可能下回合就没了 正常会玩的人他迷衡没有迷衡下回合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决斗的话你没有距离 你这辈子也摸不到距离的 只能赌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二张的用处就来了 分配合理分配自己的武器 结果神官也跳中 我不知道怎么想的 合理分配自己的武器 既能过牌又能分配 这时候摸招AK了 很爽啊 他跳反了 他跳反了 他跳中了 他无限可以无限距离对主攻出杀 所以他跳中内了 很奇怪啊 所以说现在威胁最大的就是魔皇爱和神赵云 神赵云和魔皇爱谁是忠诚 我都打不过 我们都麻烦 迷衡下回活不下去了我怕是 这个时候的话 加一马给迷衡 保护一下迷衡 然后最最远距离 最远的距离 防止他被搞掉 最远的距离给他 以后有杀他去干黄补松 说不定我们被迷衡死了之后 残局你乱务收掉黄补松 有这种可能 对不对 然后自己收杖八 等到有些奇怪 比如说有些垃圾牌的时候 用杖八先杀一刀 然后在AK再打人 结果这里面没发现全是仙术牌啊 没有垃圾牌 杀一刀黄补松啊 直接上一个那个啥 捡一马的话 你已经多余了 没必要这么给 给其他人过牌 给他一个 防止什么红色的拆桥拆掉 你一点距离没有 先把他包养起来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 二分之一的概率 或者说两个都可能是忠诚 对吧 他是忠诚 两个可能都是忠诚 曹淳又没动 也不确定他身份 有可能是反贼 那么这两个人杀谁都可以 黄盖如果是反贼怎么办 反贼的话 我收到他人头牌 如果有杀的话 再干打黄补松 我又有距离了 仅此而已 我又没把你当人 所以说直接杀黄盖就行了 不一定杀死 但尽力去杀啊 运气不错 杀死了 陈赵云没救 很奇怪啊 结果就是个忠诚 我没有确定他的身份 我只是觉得 你必须要死 威胁太大了 这就游戏结束了 这是两局普通的爽局而已啊 没什么可教学的 就是现在人对弥衡好像 不怎么害怕 或者对二章的用处不太会用 了解了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